九点钟我是游浩婷 要告诉您一个最新的火警意外消息 也提醒您避开 这是在台南的生达制药工厂 算出了大量的黑色浓烟 那么这个烟雾啊 其中是含有这个有毒的化学物品 不要去靠近 省道的台义线也因此封闭 陆续增援超过100名的警消救火 现场状况交给记者玉柯 后面先看到整个厂房陷入一片火海 消防队员紧急涉水抢救 为在台南新营的生达制药 隔壁原料厂在清晨6点多发生火警 警消火爆后派遣32车73人前往救援 现场一度回报说是瓦斯管线破裂着火 不断传出爆炸声 而且大约有无师多种化学物 其中部分是有毒物质 其实是相当的危险 但瓦斯公司表示管线并没有经过这个区块 而进一步了解起火点疑似是有毒的甲本除草 串出了浓烟几乎要将整片天空盖住 而为了安全起见 警方也暂时将台义线 长龙路敲至高铁桥下路段 进行双向封闭管制 以上掌握消息 现在是三级的防疫警戒 那么所有的娱乐场所 包括八大行业都是要关门的 违规营业抓到要罚 那么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觉得说罚钱还不够 直接断水断电 一起来看 边缘远近抵达一间卡拉OK店前面 他的铁门只开了一半 但内部灯光明亮 警方抵达现场时 发现有两个人没戴上口罩 甚至还想辩解 一开始说是来修理东西 后来又说是来吃饭的 只是桌上摆满了下酒菜 就夹在高雄三明区的卡拉OK店 偷偷的违规营业 而且里头除了老板娘之外 还有两位客人 这三个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没有戴上口罩 是看到了警方到了时候 才戴起口罩 没想到是被警方当场逮到 因此也是开罚 而且因为本土疫情延烧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曾经放下狠话 要是八大行业违规营业 只要抓到就开罚 还会断水断电 全台已经进入三级警戒 这一次卡拉OK店 竟然还敢偷偷营业 也成了高雄第一起 被断水断电的卡拉OK店 而且女老板因为违反 传染病防治法 可能会面临最重30万元的发花 居家隔离的规定 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可以出门 但是新北市这名90岁的老翁 每次都违反规定 肚子饿就出门闲晃 那么都被邻居检举了 现在警方决定展开强势的座围 通知卫生局送他去集中检疫所 那么另外也要罚哦 依法开罚40万 远景全副武装穿着防护衣 来到社区 一名居家隔离的住户 三番两头跑出来 把邻居吓坏了 桥门又按电铃 老翁迟迟没反应 远景等半天 他终于肯露脸 警方一面前老王戴口罩 同时通知卫生局人员 偏偏电话另外一头 无奈去也没办法 警方只好转过身 大声再劝最后一次 只是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把门关了 再也没打开 这是发生在新北市一处社区 年约90岁的老王疑似 因为多名同住家人确诊 他被要求居家隔离 偏偏只要肚子饿 或想透透气 就会跑出来 里长和社区主委 为了他忙翻天 他是高危险情的人 不管他怎么 家里有人确诊 而且他们又同住一个房子 八话怕就是同一栋的 因为你坐电梯 然后你他出来的时候 口菜又没有带紧带满带酒 光是这一天 90岁的老王这三度在外闲晃 甚至还想要去搭公车 好在警方提示拦截 把他带到派出所外 等卫生级员员来接 晚间送往其中检疫所 并依传染病防治法 开罚40万 这罚金不便宜 严峻警告 既然是隔离身份 就别在外头趴趴走 还要看疫情烧到哪里 已经烧进公部门了 审计部证实有两名的司机确诊 办公区域包括办公室 请记大消毒 我们先看到 这栋就是审计部的办公大楼 现在疫情延烧到公部门 审计部副审计长李顺宝证实 有两名司机是同人确诊 包括一位内勤跟一位司机 其中这名内勤 因为曾在万华地区停留过 虽然没有明显症状 但上周主动筛检 呈现弱阳性 之后也向审计部通报 因为他属于轻症 是以居家隔离为主 台北市卫生局也跟他密切联系 目前状况都还保持良好 而跟他人工作接触的 另一名司机 筛检结果也呈现阳性 同样无症状 现在是入住了防疫旅馆 其余人员也是居家隔离中 自主健康监测 神机部也指出 大楼已经全面消毒过 目前采取分流上班 三分之一的人员居家办公 其余照常到公司上班 戴得全程戴口罩 不过因为有员工确诊 原定今天要跟立法院 司委会以及裁委会 进行了神机部组织法 修正草案会议 也因此取消 医生掌握消息 您是用过简讯十连制吗 据说五秒钟就可以搞定 的确回传简讯 只要按一下就好 双铁的部分呢 其实从昨天下午也开始启用了 包括台铁跟高铁 但是乘客说 手机过不了卡关 带你来看 车站里大批民众塞在票口处 车站人员宣导 要民众拿出手机 扫取QR Code 操作简讯十连制 民众即在公告牌前等待 另外有一些人操作不顺利 车站人员马上上前协助 全台车站19号期 简讯十连制上路 但是下班尖峰时期 民众操作过程中 没有想象顺利 有人顺利通关 但有人却不行 所以造成大量人流塞在票口处 无法进站的情况 他不需要填什么 就是发送简讯就可能 还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他们帮忙的话 可能就蛮快的 民众普遍认为 简讯十连制方便 但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操作 不熟悉 才会有人流塞住的情形 记者实际测验呢 是不是能像他们所说的 5秒就能成功 大概是5秒钟就能好 但是有人却遇到了 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况 根据了解 目前传出小米跟华硕的手机 没有办法烧去 所以还是有民众使用传统手写方式 做实连制 台铁回应 传统做法还是会继续 因为有些人没有智慧型手机 第一天大家操作不熟悉 难免有问题 相信过几年后就可以顺利一点 TVBS新闻 与无期待从容苏碳饮料反应 台中台北采访报道 防疫是需要全民一心的 才有机会逆转疫情 我们带你来看看台北市怎么做 有两个面向 征召退休的医护人员 投入防疫前线 有薪水可以拿 那么再来是我们的独家观察 说征调公车业者协助 在送检测阳性的民众 到集中检疫所 好几辆公车停在路旁 持续闪防灯 接着司机穿着全套的防护衣 护目镜还有手套 先上车等 直到消防局的高级救护员 也到齐防疫专车就出发 防疫专车一路开到台北市万华 还进入窄巷内 不是一般正常的公车路线 但期间疑似为了掩人耳目 专车的显示灯 变成了有公车路线的号码 指尖救护员拿着酒精 还有资料站在一楼等 左等右等 好不容易一名女子走了出来 跟着指示快步上车 接着同一辆专车再往下个地点 又有另外一名男子拎着大包小包走上公车 随着筛减量逐日的暴增 北市府目前也争掉了公车业者 只要快筛处是阳性的人 都会请公车业者协助在他们去检疫所 台北市近日筛减人数凡倍增加 市府从13号开始 除了原本的救护车 消防局的巴士 也请供应处 争掉两辆公车 接送快筛站 阳性反应者前往检疫所 不过5月18号之后 救护车八辆 两辆消防局的巴士 以及十辆民间公车 为了提高载运量 会前往快筛站 指定地点或阳性反应者的住所 接送后前往检疫所 由于救护车有限 还得随时再送重症或是其他患者 目前总共十辆公车为防疫专车 每辆仅载10到20人 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N95口罩 车内也有高级救护员 随时监测乘客的情况 防疫辛苦 连公车业者也加入协助 希望能够加快速度 减少接触 降低感染风险 TVB的新闻 王政人李雨华 韩上任叶军台报道 知青年 现在来关注台大医院 现在裁检的最新状况 说是在昨天有负责 修缮的公务室员工 10个人确诊 所以整个医院 包括了这个医护的同仁 所有人大概有将近8000人 都要裁检 最新的状况如何 交给外场记者 会先 会先早 好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内容关心 台大医院的最新情形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台大医院是证实 有一名公务室的员工 是确诊的 也因此紧急的把 办公室内的36名员工 也来做裁检 是确认说初步判断 是有10人是裁检阳性 不过进一步的确认 还得再确认 而今天我们也同样 在门诊这边可以看到 目前现场的人是不多的 也因为说 台大医院他们是要来 降载这个门诊的人量 也避免说 增加这个染疫的风险 而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 台大医院是紧急的 要对全院的8000人 来进行筛检 预计说是在今天早上会完成 不过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是一度传出了 会新增3名的医护人员确诊 但是台大医院是说明了 其实这一次的快筛 本来就有可能是未阳性的 也因此进一步的确认 还要等PCR的裁检 才能再说明 而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台大医院 他的裁检的确认之后 今天他们会在进一步的确认之后 是说下午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而早上是不会有 新增的案例来公布的 而这个案例 到底他们这一期的确诊 是怎么样形成的 其实台大昨天 在初步研判的时候是有说了 他们说呢 很可能是在吃饭的时候 脱掉口罩 也因此或是说 在裁印上没有注意 才会变成这样子 也因此他们第一次研判是说 这可能不是院内感染 不过进一步的确认 还得等指挥中心 再进一步的来筛检 以上是最近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今天的焦点热放送 离岛是不是有一些办法 跟对策可以利手最后的防疫净土 例如 好 没错 跟浩婷说的一样 尤其针对的就是口罩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说 现在防疫期间 出门在外挺大家 口罩一定要记得戴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是比较不听话的 所以口罩出门在外 有时候会把它摘下来 这个都是一个NG行为 因此我们就来看到 外岛澎湖县部分 今天就祭出罚则了 告诉大家说 如果今天开始在澎湖县 外出要全程戴口罩 那如果你没有全程戴口罩 而且是被发现 劝导还不听的话 就会被开罚3000块钱 所以提醒大家 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而且如果你的口罩没有戴好 实质上影响自己 也会影响别人 所以NG行为是千万要避免 右手边我们看到的是在台中 台中今天则是祭出 免费的快筛服务 主要是有10所的医疗院所 今天开始提供快筛站的服务 那么针对的像是 你有一些接触史 或者是足迹有重叠的民众 就可以去来进行筛解 那这个是在台中 今天防疫的最新的一个措施 那接下来看到 现在在防疫期间 百货业要如何求生呢 从今天开始我们看到 星光三月 他们联手了继承车队 那么从今天开始 提供全台超过250间的 餐饮专柜的美食外送服务 那么消费者只要从原本 这个百货的APP来进行下单 就可以 那么从今天开始 一路到6月6号 业者还寄出免运 而且呢还有点数回馈 那么借此呢 也希望避免群聚之外呢 也减少大家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那么右手边同样 跟百货跟购物有关系的 是在板桥 还有南港的环球购物中心 前几天呢 则是做了预防性的全面清洁 那么在昨天还有今天 都陆续的重启营业了 那现在为了刚刚 其实也是避免群聚的关系 所以就像刚刚讲到的 很多的地方 其实都停止内用了 包括其实环球购物中心 全台湾有6个据点呢 现在是暂停内用的 只提供外带跟外送的服务 所以我们也再次呼吁 除了戴口罩 请洗手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在防疫期间 请大家共提时间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那当然大家待在家 现在呢 观光业又面临了新一波的惨淡 所以我们看到哪些地方 是严重受到影响 首先要看到的是 离山宾馆 今天起暂停营业 还有谷关的温泉饭店 同样呢 也是暂停营业的 这个让社区 当地的这个协会理事长 说呢 这一次哦 是比当时的921还要惨 所以现在也要看看 政府会不会寄出 相关的补助措施 那中间我们要看到 是防疫的关系 所以呢 往返蓝宇的客轮 今天也要停航了 主要是从厚壁湖 还有富岗港 往返蓝宇的客轮呢 今天开始就会不再开出了 会停航 所以哦 也呼吁说 旅速业者呢 要记得哦 最好呢 是可以停止接客 那最后我们要来看到 同样跟交通方面有关系 这个是在南衡公路 不过这个呢 是跟工程方面有关哦 主要是因为要动工的关系 所以从今天开始到5月28号 梅山口到天池路段 也是暂停开放的 那只会提供公务 还有农民来做进出 所以如果呢 你平常会行进这个路段 要提醒您哦 这几天呢 是暂时停止通行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焦点热放送 时间再交换给浩婷 非常谢谢丽如 替大家整理防疫快讯 那么外出的话 其实请你也一定要注意 现在是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非必要 要去采买物资 星巴克跟麦当劳 不见你厕所 买餐点的话 也是禁止内用 全台疫情三级警戒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麦当劳这样子的素食店 马上就停止了内用的服务 里面可以说是黑压压一片 就连洗手间都不对外开放了 现在只提供外带 跟得来素的服务 麦当劳用餐时间 店内的用餐区不开 外灯另一头北市的肯德基 内用去同样洗灯 反而不少民众改用点餐车道 尽量避免接触 肯德基则是宣布 在双北一共有六十家门市 全部都暂停内用 汉堡王也是一样 全台的门市禁止内用 除非是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卖场里面 那就是以卖场的规范来为主 不过民众同样如果要内用的话 进场之前还是要执行实联制 素食店业者纷纷取消内用 顶呱呱更早在十六号就全面宣布 禁止内用政策 我们全台去升级为所有的内用区 全部都禁止开放 那让我们之所以不做 做这样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考量 当然也主要是考量到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员工 也无分也保护我们的顾客 不只素食业者 大型连锁餐饮集团也跟进 像是网品和瓦城也宣布 全台门市都暂停内用 改外送外带服务 而咖啡业者星巴克和卡玛不仅取消内用 改外带也不对外开放洗手间 疫情严峻各大餐饮业者 避免群聚疑虑 纷纷搬出因应政策 TVBS新闻 全台防疫三级警戒 台股指数震荡激烈 那么开盘就跌了超过90点 虽然一度拉回 但是现在跌点又跌了103点 在指标类股方面的观察 赶紧交给记者 吴淑瑞 好台股今天开盘是小跌 10点开在16122点 那么来看一下目前最新指数 现在呢是下跌了98点 那么指数是在16022点左右上下震荡 那么现在也面临了16关卡的一个保卫战 那么从台股的一个大盘指数可以看到 其实呢在开盘下跌之后马上又走高拉回 但是随后又翻黑 所以现在呈现一个涨跌护线 霞幅震荡的状况 虽然呢现在呢是多次面临万六保卫战 不过还好是它的涨幅跌幅看起来都是不大的 所以呢是呈现一个霞幅震荡的状况 但是呢在电子股族群虽然开盘的时候呢 是有走红的 但是马上的呢又翻黑 所以看起来今天电子股的走势是比较疲弱的 至于货柜三雄 包含我们说的万海阳明长荣呢 今天走势也是比较疲弱 都是偏翻黑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因为整个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还有昨天全国升到三级防疫警戒的影响 所以今天在整个生技医疗股 还有整个在家上课的游戏概念股 反倒是走势比较强势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个股呢都是呈现一个涨跌护线的状况 还要特别提醒您 在连买两天的外资呢也在昨天变脸 是到货了290多亿元 但是八大关股航库呢是买超了44亿 不过呢整个看起来今天的盘势呢 都会是呈现一个比较震荡的格局 观众朋友如果说要进场的话 还是要特别仔细小心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情形 把时间交往棚内 韩粉直播主信任哥现在被网友照包违规了 说全国三级警戒不是禁止室内五人聚会跟聚餐吗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已经明显违规 室内七个人用餐 高雄市的卫生局要罚多少 交给佩文 疫情延烧在昨天的时候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才宣布全国进入三级的警戒 但是呢却有网友发现 过去呢挺韩国语的粉丝 知名的直播主信任哥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开直播 整个直播的过程呢是一个小时又50分钟 而在画面当中呢是看到 他和其他的韩粉们一起呢围成一桌来吃饭 而算一算呢总共有七个人在室内的场所 已经违反了进入三级警戒 室内五个人以上 室外十个以上的家庭聚会和社交聚会 对此呢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也表示 如果这个影片呢是十九号所拍摄的 已经有违反法规 可以处新台币三千以上 一万五以下的罚还 而针对这个事情曝光之后 信任哥也在自己的脸书上表示 当天呢是和几个朋友聚餐 对于发布呢三级警戒的讯息得知太慢了 才会违反规定造成呢 对大众的不良示范呢 是在网路上致切会检讨改进 以上是会掌握到的详细情形 时间会给棚内 防疫期间超商店员要做的事情很多 包括在门口就要归劝民众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在新竹跟金门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劝对方要戴口罩反而挨骂 好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穿着黑白条纹上衣的男子 在便利商店内拿了一罐铝箔包红茶 丢了十块准备结账 但男子根本没戴口罩 经过店员劝导后 男子不仅还是没乖乖戴上口罩 还以脏话辱骂店员 事情发生在十八号金门一家便利商店 县府其实已经宣布民众出外全程要戴口罩 却还有人进便利商店不戴照 似乎不满被纠正 客人频频骂脏话叫嚣 店员马上报警处理 另外在新竹竹北也有类似状况 一名妇人去面包店没戴口罩 被店员及一旁刚好休假的警察客人好心提醒 虽然一开始妇人说对不起 但等到客人要离开的时候 她突然暴走 只是在这种疫情紧张的时刻 出门还没戴口罩 尤其在面包店 有些商品没有事先包装好 口水四处乱喷 这种行为实在不可取 以上为您掌握消息